美国司法部星期一起诉了四名中国解放军黑客 他们盗窃了一半美国人口的敏感个人资料 与此同时,白宫宣布的新年度的预算当中 将会发展新技术来对抗网络威胁 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为我们介绍 耀义 是,暴容,就在2月10号星期一的上午 美国的司法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司法部长巴尔在这个会上宣布起诉了四位中国的黑客 他们分别是解放军的黑客 他们的名字叫做吴志勇、王前、许可跟刘磊 那么在这个司法部的起诉书当中 也分别列出了这几个人的照片 包括吴志勇、王前跟许可他们的照片都被公布了出来 那也是身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府的照片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 巴尔这个部长也表示说呢 这一次的这个调查历史了两年 那么当中有许多窃窃的证据是中国的解放军的黑客 窃取了美国商业公司的资料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在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我在这里宣布对中国军方黑客的起诉 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四名成员 他们涉嫌侵入信平机构异速传真的计算机系统 窃取了近一半美国公民的个人敏感信息 以及异速传真来之不易的知识产权 这是历史上最大的数据泄露事件之一 今天宣布的起诉是历史两年调查的结果 根据亚特兰大的陪审团下达的九项起诉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名成员 涉嫌密谋骇入异速传真计算机系统 并从事经济间谍活动 这种对美国行业的攻击 与中国其他非法获取敏感个人数据的行为完全吻合 多年来我们目睹了中国对美国人的个人数据的巨大胃口 包括从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窃取人事记录 入侵万豪酒店和国歌健康保险公司 如今又是异速传真的大批量信用和其他信息 这些数据具有经济价值 窃取的信息可以用于中国人工智能工具的发展 和情报瞄准工具包的建立 是的 那在今天的新闻这个发布会上呢 司法部长巴尔也表示说 最终这个盗窃案 这个黑客案呢 他就窃取的资料十分的惊人 他说这些黑客们呢 已经获得了将近1.5亿美国人的姓名 生日还有社会安全号码 以及至少有一千万人 这个美国公民的驾照资料 那我们知道呢 在2014年 奥巴马政府也曾经起诉过五名的解放军的军官 那么在今天呢 这个司法部发布这个新闻之后呢 美国国会参议院的这个网络安全小组的创立者 也就是民主党的马克沃纳参议员 他只是表示说呢 他说我很高兴司法部正式起诉了 与这个EQFAX案相关的中国情报人员 中国政府多年来针对西方的企业 纵使许多特朗普总统经常是挂在嘴边 但是其政府最近与中国签订的协议当中 却没有针对这个问题 那么与此同时呢 就在2月12号星期 同时也是特朗普政府发布2021年预算案的同一天 那么在预算案发布之后呢 白宫的这个几位资深官员进行了 这个背景的简报会 在简报会上呢 这个资深官员表示说 在这个预算案当中 也针对所谓的网络安全有所这个编列预算 他说第一个是这个 在量子网络以及人工智能方面 将会特别增加预算 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白宫资深官员表示 因为美国的敌人正在这两项技术上加紧研发 那么此外呢 相比于现在已经在使用的互联网 量子网络的设计 就能够确保更完整的网络安全 那么呢 他也说 这个在人工智能方面 要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技术上的领先 他特别提到 有些国家利用人工智能 来追踪国内的少数民族 监视异议人士等等 这些都违反了美国的价值观 那我们知道呢 虽然他没有明白的说出中国这两个字 但是呢 中国的确是以人工智能来监控 例如说维吾尔的少数民族 以及中国国内的这个异议人士 那么呢 在这个白宫的新闻解放会上呢 我也询问白宫的官员说 在今天司法部所公布的这个 中国解放军黑客的案子当中 会不会危害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不过对此呢 白宫资争官员则是不独假评论 包容 好的 非常感谢要义从白宫发来的报道